例如领展下的六部街市就没有做主题设计 只是针对排档发生、果围盘开房式的购买空间 和质切手推车等设施就令顾客延长逗留时间 较以往多一半出租率由发生前的85升至98 连领会街市资产管理助理总经理吴宏徽表示 各个家市发生后客业及充足率有所提升 人流较早前增加两成 35岁或以下年轻人群组升高尽多 较以往高约六成 当庄室发生已经达到改善经济环境 增加人流等目标 有光不光无法论证 有何压压的增长是单后维修发生做不到 那就是不切实际 第二公屋景点化 脱离街坊商务对家市实际的需求 早于2009年 持任运输及港股局长资议或指出 经于领会商场 家市为处公共屋邨的客户情况 客运主要是屋邨居民 领会合法的设施 必然是要迎合屋邨居民的负担 能力和需要 领展期求的香港家市项目 就表面重新议念 是希望将家市打造成地标 甚至成为旅游的景点 不单止去吸引年轻人 更希望外来的客人来打卡 带动消费 为配合目标评做主题 不单止要在外面上突典主题 更会在家市各项的主题相关的高屋 引入狐立设计的名所高档商户 市民就抱怨这个做法鞭箱 令选择减少 例如在有外街市经营的商户 李先生就表示 各方很吵 令他们难以和街坊交通 辞任食物和卫生局局长周恩乐 回应制定公众和街市新政策指出 市民特别喜欢鞋街市 除了商品多元、原价 还因为不少当主和街坊多年来 建立了街坊门离的感情 和外国家市的定位 都是街坊之间的疏纽 维续社区的情感 套教大可以用单身去活化 都用到极端的主题设计手续 打造成地标、反派影 都只会迷离 规文商户的需求 越难以带来长远的经济效益 对不同时分者都是不切实际 最后想问 有否同学有什么研究或说法 展出主题设计去符合街坊的需要 多谢各位 正方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50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反方主便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请解除正音 如果准备好请向主席说可以 不好意思 想问一下大家看不看到 不好意思 想问大家看不看到 那个power point 是否弄了出去 看不到 不好意思,可能給我一點時間 好,可以了,如果反方準備好了,可以向主席示意 可以了 好,叮 主席,主席評判著了個,大家好,今天高高家事已經有悠久的歷史 很多家事的狀況都已經變得很久,根本不想社會的進步 直至2005年,我會將大量高高家事出售給領子 其他領知一張街市的經營圈和其他公司 每日管理公司對街市的管理方法都各有不同 最主要的有三種 第一,保持街市的緣況 第二,翻身街市,將亦變得延內化,如公共衛生,突然之之負擔 第三,就是今天面對所說的主題設計活法 一種管理方式最常見於機會的下街市 例如在鴨利刀村街市和日鴨利州獨特碼頭工程 其場內化增加如市場相關的裝飾 例如有愛街市用紛紛的裝飾 搞造動畫世界風 為了改善部分街市殘舊和空置力都的現況 我當然為主題設計,可以為街市重新設立活力 我可不明白街市要便宜呢? 但如果這些殘舊的街市不用主題設的活法 實在是難以提升置身競爭力,吸引客員,令商戶留下 而根據我方的準則,令其所有公屋街市都適合主題設計活法 如果要用這一種的活法方式,街市必須要符合以下三個特定條件 第一,有龐大且潛在的客戶群 第二,交通便利 第三,空置率高 之後符合這三個條件,街市才可以將主題活法的效益最大化 我方今天希望某一些合條件有需要的街市進行主題活法 要衡量主題設計的活法方式不設實際與否 要看待活法方式是否符合街市在社會上的功能 並且能否根據街市持份者的需要性進行活法 而如果今天有方要論定不設實際 必須要證明所有公屋街市都不適合不需要主題活法 我方今天反對面題,原因有二 第一,水箱戶可以留在原子繼續營業有穩定的客流 現在很多公屋街市都因過度殘舊而導致人流減少 令商戶營業的客戶被迫熱熱 而當街市已經主題設計活法之後 街市的狀態可以增加其他引力,增加街市的客源 例如香港從來都沒有以同化作主題的街市 一次有外街市的活法之後 在邦加尼的一陣營業 令香港01香港獨立媒體網及媒體報道 更吸引了很多顧客前來打卡 亦與屯門公園共融 由內場產生協同效應 吸引更多區內外家長和不同消費 令人流減少 從上述例子可見 主題設計活法可以令街市客人增加 當街市有穩定的客流 商戶營業有穩定的營業額 不用被迫熱熱 留在原子繼續營業 第二,對於顧客來說 可以更方便快捷 公屋居民普遍對街市有兩個要求 第一,是便宜 第二,是方便 由於現在公屋街市工作率高 有很多都面臨季業的問題 因此不少市民都需要領層街市買菜 不可能需要跨區買菜 對於有外街市為例 如果有外街市建業的話 最近可以買到送的屯門市廣場 要走多一公里才到 對於一些高屋行動不方便的老人家 甚至可能需要商戶的時間才能買到送 主題會化為街市 即是吸引力靜靜就可以解決通知律租的問題 例如壓力州區 街市會快樂之後 速租率由40% 47%上升至100% 當街市員有了商店 甚至有更多商店進駐的時候 居民不需要被迫 找更多的地方買送 交通上都可以更快捷和便利 最後想問有方 是否所有街市的主題設計 都是不切實際呢 如果是 哪會問方用主題設計 構造的四個街市 是否要全部清掃 叮叮 反方主便發言時間為4分鐘 沒有超時 無需扣分 現在進入台上發問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 向反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1分鐘 反方主便準備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 有一丁提示 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便員 向正方主便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及回答一次後 回到正方一副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我想問是否有準備時間還是沒有 是,有一分鐘的準備時間 好,是否沒有其他問題 沒有,謝謝 好,台上發問環節開始 請評判住 再一次注意 填寫台上發問分數的時候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是回答分數 第二格才是發問的分數 如果OK 現在可以的話 現在有請正方 自由派出一位便員作台上發問 請解除正音 準備好,請說可以 主席聽得清楚 請問,細瓜 snu,細瓜 snu,細瓜 snu, crít嗎 請問,細瓜 snu聽得清楚 absurd 好 可岡 叮 主题片本帐号说 今天有方同学跟我说 他说原来做了高家事 做了主题事件之后 是会吸引多了人流 今天有方同学用了有爱家事的名字 请问有方同学 你们今天说人流会上升 但是今天有方同学 根本没有举出任何的数据 没有任何的例子 没有任何的知识 告诉我究竟上升了多少人流 所以不如请有方同学和我们论证一下 究竟你们所谓的人流上升是上升了多少 又有多少人流云的主题时间 而去那个开示 多谢各位 大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准备 问题 这一分钟时间准备了 财猪 而且 鬼 诶 对 不 準備時間完結,請反方主辯答辯,你有一分鐘的時間,請先解除靜音 如果準備好,請主席說可以 可以 各位,大家好,我們看到新麗國街市在文化律後,套法之前是原本人流濫清的 但在主題文化律後,街市經營五金負二十三年的流星花子 街市翻譯後,人流增加了三倍,像死成復活一樣,還加上旁邊圓周春和麗國院的居民光顫 由此可見主題設計的文化,的確是可以令到人流上升 其實今天這一支舊的高屋街市最重要的問題,其實是刺激寶格率和刺激人流 而現代化的翻譯是沒有辦法在舊的街市分加人流和寶格率 當翻譯做不到就需要觸動主題文化,否則這些古舊的街市就會加速到 定 然後我方今天並不下所有街市都是主題文化 也都說主題文化一定會好,而我方只是針對這些人流小朋友倒閉的街市 主題文化對於他們來說會好些 之後有方的邏輯,主題文化沒有用,所以就發新模式才可以增加人流 定多,時間夠 多謝各位 不好意思,剛才因為收到其中一位評判說正方主辯整個發言都聽不到 我想問一下雙方如果遇到這個情況的話,會不會想正方主辯出來再說多一次呢? 或者評判其實是整個主辯都聽不到,還是由哪一個位置開始聽不到? 可能是個人網絡問題,我整個主辯都聽不到的,正方主辯 想問一下如果正方主辯出來再說多一次,想問一下反方同意或者其他評判同意呢? 請問一下,請問一下,請問一個方同意或者其他人都會認為,即是我方的主辯需要再說多一次發言嗎? 是否需要正方主辯再說多一次呢? 即是你們聽不清楚我方主編的發言嗎? 是我因為網絡的問題,我簡直是沒有了畫面,什麼都沒有了 所以應該是電腦的問題令我整個正方主編都聽不到 那你聽得到有方主編的發言嗎? 是的,反方主編我聽得到 反方主編我聽得到,聽得清楚 如果準備好,請向主席說可以,你有4分鐘的發言時間 可以 評判主席在座各位,香港街市由房委會及食環署分別管理 主題設計,如園門友愛街市就要同畫的主題 青衣長髮街市就割上超過5000個魚雷裝飾 例如海豹、魚網等打措出海外主題 要論證不切實際就必須要有清楚的標準 故此程量編題就要審視運用主題節的 是否符合公公家市的定位需要逐步必要性 我方正立見題,原因有二 第一,維修發生足以提升人流 主題設計獲舌添鐘 我方參考過去20年的立法會文件 部分公公公公公公市因果日有失心、有改善的需要 但只要做好關心、維修、推劃 就足以提升人流及改善经营违景 例如,领战下的洛报街市就没有做主题设计 只是针对排档发生、改为一般 规控性的购买空间和争设手推称、争设施 就令顾客延长逗留时间较以往公布一半 出租率由发生前的85至98 连领活街市资产管理助理、总经理不同归条线 六、六号街市发生后,客连合出租率有所提升 人流较早前增加两成 35岁或以下年轻人群组升幅最多 较以往公约六成 当装修发生已达到改善经营环境 增加人流等目标 有方同学如果无法论证 有何额外的挣扎是单一维修发生 做不到的就是不切实际 第二、公屋景点化 脱离街坡商户对街市实际的需求 早于2009年,市任运轩和房屋局长郑月华梓春 经于领换商场 街市为处供屋村的客观情况 客业主要是屋村居民 领会合作的设施必然是要迎合屋村居民的需要 和负担能力 领展旗下的香港街市项目就表面创新意念 是希望街市架造成地标 甚至成为旅游热点 不单止去吸引年轻人 更希望外来的客人 来打卡带动消费 为配合目标营造主题 不单止要在外国上突显主题 更在街市各方的主题相关的方向 引入合设计的连锁高档商户 市民保怨这个做法 便相令选择减少 例如在有外街市经营的商户李先生就表示 客观好吵 令他们难以和街坊交通 事任食物和外政部局长周英乐 是回应制定公众及公公街市的新政策 指出市民特别喜欢行街市 除了商品多余和价 还因为不少当主和街坊公立地建立了街坊轮理的感性 从来公公街市的定位都是街坊之间的枢纽 唯有社区感性 透过大可以用物化去翻身 但用到极端的主题设计手段 打造成地标打卡点 只会偏离均纷收获的实际需求 亦都难以带去长远经济效益 对不同的持人者都会分析实际 最后想问有份同学 有什么研究或者说法 指出主题设计为公公街坊的需要 谢谢各位 正方主便发言时间为3分40秒 没有过时无需扣分 请问评判今次听不听得清楚 OK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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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音 可以 叮 正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预备 正方主便有一分钟时间预备 谢谢 我谢谢 已经有点了 不愿意 此次 出发 彼此 正方主便 準備時間完結,請正方主辯答辯 你有一分鐘的時間,請解除正音 準備好,請向主席說可以 師妹,師妹,聽得清楚嗎? 主席聽得清楚 好的 可以 回答有關門的問題 一會說主題設計吸引人 但到底有多少人是因為主題設計 而去公開街市 請詳細地說出數據 還有如果以屯門的有愛街市為例 有愛街市做出主題翻新 那是否代表 例如是住在張溫厚 張溫厚的人會因為有愛的主題設計 而有愛去買東西 去買菜呢? 謝謝各位 好 台上發問環節結束 接下來輪到正方第一副辯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請解除正音 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準備好,可以說可以 師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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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得清不清晰 主席聽得清晰 好,可以 好 可以 可以 主席評判序各位 聽完有方主題四分鐘的發言 其實不難見到 雙方的共同的共識 雙方都認為公開街市是有問題的 是查不到的 所以我們要做一些改善它 但是今天最大的分歧就是 究竟主題設計有沒有它的必要性呢? 首先今天有方同學一直跟我們說 主題設計能夠吸引人流民 想帶動消費 但有方同學今天完全沒有留情過 究竟有多少人 有多少的收益是帶給了 是因為這個主題設計而帶給公開街市 另外 今天這個王福的主片已經說得很清晰 原來翻身和維修這兩樣東西 已經能夠帶動人流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還要多餘它作為主題設計呢? 如果有方同學今天說 如果有方同學今天說 做了主題設計也設合實力呢? 請問 因為主題設計這兩項額外的日流 究竟有多少呢? 如果今天有方同學證不到這件事的話 其實就是不設實際的 另外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他說翻身才會阻礙市民 會令到他們靈敏一個插兆去扣物 但是有方同學見到 原來按照你們的邏輯 今天主題設計才是真正阻礙市民那樣東西 因為我們說從前期的構思、設計 去到後期的定制、安裝等等 這些的工序就是很繁複 而我們看到翻身只是說 安裝一些空床行動、翻身地板 又或者是通牙圖 其實改善著高屋街市的環境之外 我們還可以帶動人流的上升 而市民不需要做了忍受以前的 又髒又牙大 又到處有好處 有這樣的一個街市 所以其實今天主題設計這件事 做出來其實也算是多次一舉 而回正題 剛才我方的主角就問 其實今天究竟有什麼的說法和研究主出 其實主題設計是符合間廣的需要的? 有方和今日不同 其实真的证明 有方和我自己都知道 主题世界根本就没有一个事实 是真是有事迷迷 我想要一个主题世界的街市 原来我们今天看看 市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呢 他们想要的是一个干净、检击、 设施完善的街市 而不是以前那个有残有救的街市 其实在这一篇上 双方之间是有一个共识的 但是我们今天看看 原来只要做翻身、做维修 只是做这些简单的改善工程 已经能够达到这一项的成效 那我们为何还要做多一项的主题设计呢 除了我从前面所说的 落口监司的类似之外 但是原监司在2012年做完翻身之后 广东华 你回到你的公司陷阱总陈王国 广东华 出租率在翻身之后达到100% 同时商务也反映 人流和生意额上升了两成多 所以其实今天有朋友说到 主题设计是好听点叫做感常天花 但是难听点就叫做多次一举 所以不如请有方一副 给我们认证 究竟边份报告 定定 这些数据指出 车牌设计与人流和收益 陷入边缘的直接关系呢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如果主题设计 是否能够 令到市民买多两张照片 买多两张照片呢 多谢各位 正方一副发言时间为3分14秒 无超时无需扣分 接下来是反方第一副变 你有3分钟时间 请解除正音 询问评判或者有方同学 主席听得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清楚清楚清楚 准备好可以说可以 可以可以了 叮 各位大家好 今天我们双方都认同 我们要帮市民帮商户 去运持贫者着想 今天有方同学 就试图翻身就够 但主题设计就只有高档货 但问题就是 我现在看到 团年有爱街市 他的例子正正是有五金普 又有金鱼普 这些民生的商店 全部都不是的高档货 有方同学你怎样去解释 再看有方同学你怎样去 再者就是这个主题设计 令到大黑的人多了 有这个市场推广 例如我们看到有爱街市 他正正是第一个有主题设计的街市 吸引了大量的传媒去采访 有方同学你怎样去解释 这些人多了去帮助商户 我们再论证 这个主题设计如何去帮助商户 我们先由石离街市看起 又活发之前 有方同学最喜欢的领子 疏于管理 又没有冷气 鼠患问题严重 但给予予民方接手之后 又活发有方同学的企理干净 设施完备都不做 有这个老香港情怀作为主题 有旧的招牌旧巴士 站牌作为装饰 绑照洗字大厦的走廊营造的特色打卡位 我们看到这些主题设计 正正就是帮助老公屋街市 去提升竞争力和吸引力 而商户就会自然留下 我们看到石离街市的空置率 由高达三至四成 到最活发之后的出租率 有潜力达到当区区议员 林兽威所要求的百分百出租率 我们看到这些商户的楼低 是方言了附近的居民 在附近地区买菜 区议员也说老人家不用走那么远 买菜都是一件好事 表示是起见 这个空置了多年的街市 或是翻身 或是方言了街竿 有可能我又怎样去解释 再讲了 我们再看另一个例子 生意的街市 我们看到 生意的街市 用了货柜工业风作为主理设计 然后有货柜作为装饰 和街头楼梦 然后人流 刚刚台上发问的时候已经说了 但我们再看空置和出租率的比较 由空出租率不足两成 它们活发了之后全数租出 我们看到这个活发的街市 正正是吸引了人流 令到一些商户的流低 而另一家 压纳了在山泪国街市 近40年的海鲜菜与老老板 正正是看到这些商机 原本打算结业 但是看到人流大增 都希望继续做街坊生意 并表示对日后的生意有信心 反而有方说应该正视标准 不要只是拿下顾街市的顾励 反而是两正三个方听 如何认识给这些商务留下 让人方便了买送 有多不切实际 这些理署是否全部不切实际呢 而这些主题设计 如果是多余的 有可能是否觉得 现在的主题设计应该全拆 这些更加多 有可能是如何认识 反方一副发言时间为三分零四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是正方第二副面 你有三分钟时间 请解除正音 是否听不听得到 听得到 听得到 是否听得到 可以 定 再各位来议 先总结一下 来双方对辩题 来理解分析 如何认识实际 与双方对辩题 来双方对有一个公平的情 有可能和我都同意 则有实际是要居民的需求 和拥有这个必要性的手法 有可能我对现时的需求 也不是实际 他们说 石离加市之前是因为管理不善 这些人都会说管理不善 有关主题是计刑什么的事 你每一个人管理都可以 还有石离加市的弱化之后的资产 高级总监 红子刚都说 石离加市改善了是增加了 街市的工作空间 你改善了卫生环境 根本就和主题工法怎样 可以提高人流 增加需要 有什么人因为主题工法 所谓借责不提 因为他们知道 真正针对需要改善的是天道 是一些冷气设备 是一些贪玩的管理 根本就和你有没有改静世界 有没有乐园有什么关系 而在其次 第二在主题方面 有个同学说了很多 他们说了很多的利益 其实这些都不是主题設計带来的 有个同学说 主题设计了之后 哇 又多漂亮 看我又摆得多好 他们发生装修都漂亮了 但是很多人其实一点关系都没有 而我同学问了很多次 究竟有个海洋 森林英文风格的街市有什么特别 是不是你会有这些 会否特地买多两个 重买多两个月 去走多两次 如果他们没有回答 因为他们知道 提升人流 改善销售 做工程就行了 可能装盖部冷气 如果滑下了就可以做到 所以他们不能回应 我帮我帮家市维修 才能做到这些位置 第三 工程街市 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清不清楚工程街市的定位 先不说发展商 关商和分子 不但还要加上主题设计 做多了这一步 会不会转嫁 商务消费责营物价 但最不惯 实际目标就是 把工程街市提供附近地区 生活所需的场所 变成一个地标 打卡比较地点 商务而言 他们只希望有一个环境改善的 商务地点 给一些廉价 廉价 发布的街工 有空可以吹下水 不是要你的吊麦 扣扣着他们 对街工而言 到底那家市 有没有海道船 有没有漁港 都不要紧 他们只希望一个方便便宜 我听到这么久 有哪个家工说 因为我主题设计 他买到一个笔药 我一度都听不到 所以你管理自己的礼传 都能立即满意 翻身环境改善 所以这个定位目标 根本是错的 翻身环境改善 关于你与你之间 与你交谈 或加上 最后想问有关同学 如何认为正宗的家市 是否需要你口中的领导 主题选举 主题选举 谢谢各位 正方 会议时间为3分04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又请反方第二复辩 你有3分钟时间 请解除静音 准备好 请向主席说可以 可以 正 主题选举 主题选举 各位 大家好 比赛来到这里 有方有三大错误 首先 主题选举 就和我们说 主题设计会限制 商品的种 会破坏街坊的饮停 我们先看看现况 原来以石禮家兆为例 还有20间的老店 留下 包括南亚 亚瑞经营的盗店 甚至买在香热 滑街 等的店铺等等 尤其好看见 没有什么 更看过 不然可以继续 跟街坑联系感情 有方怎样认证这个现况呢 好了 就有方便 一二步 不断 我们就论 讲一些翻新的例子 但是说来说 它都是当 只有洛富街市一个 我方中日 明明说所有的公屋街市 都用主题设计 而是对着不同的街市 有不同的需要 我们今天身对着 有旁大的客户群 交通便利 空置率高的街市 我们先用到主题设计 一切可否今天说 洛富街市用了主题设计 而今天我们见到 洛富街市拳原本的人 由此他用主题设计才是不切实 就是因此凡请有方 跟我们先论正好 将他所说的 单身成功的例子 可否符合 我们今天所说的 公屋街市类型 才再跟我们论今天的面题 其次有方就说 翻新已经足够了 现在针对着我们今天所说的 街市类型 有方就论正以上类型的 街市只需要翻新就足够 而为何我们今天这么强调 这个主题设计呢 其实是因为 它和普通的翻新工程的分别 在于翻新工程中 为街市注入新的活力 你知道吗? 近十年 原来已经翻新了 四个街市 但翻新前后 也没有媒体的报道 因此难以刺激人流 也难以解决旧街市的问题 而主题设计 又用新时代的概念 去包装旧时代的坦物 以一个主题去制造桌头 更加不同媒体新闻的曝光 例如 经过主题活发之后的新立国街市 就被新闲旅游香港01港生活所报道 并且被列举20大必死的美食 由外街市主题活发之后 曾设计或有周星前 即时现场的逼部长 都吸引市民前往打架 再到社交平台 今次能够引起市民的关注 相互人民相产增加 例如新外国街市人流 就增加了三倍 旧外街市由原本三十多人经营 到现在有五十多户的生活学所进驻 陈迹的街市得以復生 这些不就是收益 这些就是额外的人和额外的好处 有方问了很久 我现在已经回答了 如果主题活发真的有这么多元的话 有可能觉得 拍完现在的街市 有我介绍所有主题活发的装饰物之后 你们的人流是能够运动 甚至上升给大家 反方以赴发现时间为3分02秒 无过时无需扣分 现在进入台下发问环节 先由正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员 向反方台上便员提问 正方无权指定回答者 反方可自由拍出台上便员回应 台下发问时间1分钟 台上准备1分钟 再回答1分钟 所有时间结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之后由反方台下派出一位便员 向正方台上便员提问 发现时间同商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而两条台下发问可由同一位便员提出 请问下双方有没有问题 好 如果没有的话 台下发问环节现在开始 首先请正方派出一位便员 作出第一条的台下发问 请问有方和我听不听得到 主席听得到 你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果准备好的话 请向主席说可以 可以 在座各位 大家好 今天有方和我认为街市留下很重要 我方认同 但有方同学最初就是前置 他们认为街市不做主题设计 就要结业 但我方今天主片举出的 乐富街市 没有主题设计 人流上升 天税街市没有主题设计 只是做翻身 人流上升三成 天性蝴蝶街市 没有主题设计 一样留下 最后想问有方同学 怎样论证 只有主题设计街市 才可以不结业 而媒体报导 可以具体吸引了 多少外区人流 多谢各位 反方有1分钟时间预备 与您可以说 来吧 比方知 那您需要 去 总 厨房 那您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准备时间结束,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答辩 你有1分钟时间,请解除正音 请问评判有方文学和主席听不听得清楚 听到 是可以了 定 各位大家好,今天有方文学就问我们 不做主义设计,不做主义设计就这样翻身就可以 但是我方就认为 只要符合我方所举的三个条件就叫实际 不符合就是多事一举 我方今天三个条件说 第一要有潜在并及房地的客户份 第二交通电力 第三空置率高 而今天这个方文学做了什么多事一举的事 就是翻身到街市,最不切实际 第二,我们再看人有量 因为我方文学不断达一堆街市的例子卖那方 但我们看到现在是什么 石离街市不止上升了三成的人 是上升了三幅 所以我由此可以看到 这个主义设计会发生证就是吸引更多的人 提升他们的竞争 提升完整争力之后 商务就会留下 街市方面会更加买重 为什么这个不是更加适合实际 是不是这些主义设计都要拆掉 有可能又如何拆掉 如何确保拆掉它之后 这个人流量会上升到三幅 叮叮 叮叮 现在有请反方派出一位辩元作第一条台下发问 你有一分钟的发言时间,请解除正音 请问听不听到我说话 听到 可以了 叮 主席评判,正在各位 大家好 有方同学不断和我们说 问我们有没有促进到人流 问方有数据 但事实上有爱街市原本只有30多户租出去 主题计计活化之后有50多户进驻 如果真的没有人 没有多过人流 为什么还会有商会愿意进驻入去有爱街市 多谢各位 hollow 正方有1分钟时间预备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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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分钟的发言时间如果准备好请说可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但看回遍题我们今天是要论证公屋街市普遍有没有这个必要 想问有方同学到底有多少个公屋街市符合你们口中的三个原则 就连有方同学所提的有爱和石禮街市 有方同学都没有论证过如何符合这三个标准 所以今天有方同学在论证中的到底是有外街市主题设计 设复实际还是公屋街市主题设计设复实际呢 就请有方同学解释清楚 多谢各位 反方有1分钟时间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呀 平静 我们先回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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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準備時間結束,請反方派出一位辯緣答辯,你有一分鐘的時間請解除整音 是否可以?剛才聽到 可以,聽到嗎? 可以 有些小聲 可以,我再按一遍 可以 好,丁 各位,大家好,剛剛有個問是否普遍需要 我剛剛說了全場 只要公屋街市是符合我們今天所說的主題設計的特定條件 就需要 第一個是有存在在旁大的合作品 第二個是交通便利 第三個是空置率高 好,由我們今天所說的哪些 是符合這些條件呢 就有四個 石磊街市 山磊街市 鴨利州 村街市 右外街市 為什麼呢? 這個街市是符合我們所說的圖案的原則 我們今天看到石磊街市原來 在活發前 只有三至四成 是有三至四成的空置率 又到它 活發後就有九成二的出租率 然後街市 原來 它在活發前不足兩成的出租 而在活發後就傳授出租 所以這些就是街市 就是符合我們所說的一些 主題設計的條件 而活發也有成效 多謝大家 有請反方派出一位辯員 作第二條台下發問 你有一分鐘的發言時間 請解除靜音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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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聽得清楚 如果準備好請向主席說可以 可以 可以 丁 有方同學今天一直說到 主題設計是多餘 分身裝修就可以了 但事實上 有了設計之後 拖了媒體去採訪 令更多人知道 想問一下有方有哪個家市 只是花生裝修就可以吸引到媒體採訪 給主專欄推介 靜方有1分鐘時間準備 去找女子 去找女子 製造修 製造修 入計劃 是 這是 製造修 他們 因為 比 準備時間結束,請正方派出一位辯元答辯,有1分鐘時間 請解除靜音 主席聽得清楚 主席聽得清楚 可以 謝謝有風頭的提問,首先回應有風頭 剛才有風頭就說,原來我們做了主題世界,能夠增加桌頭,增加暴光率 但有風頭,其實說暴光率增加桌頭,其實都是很新鮮感 究竟其實有風頭你們所謂的這種主題世界的新鮮感,能夠維持多久呢? 今天還有幾多人是因為有愛街市的童話集團 而陸續地走去那裡打卡 有風頭和消費,有風頭一樣都沒有說過 第二,今天有風頭沒有報告我們 他就說我們只是說了打足全場的聯網總街市 但有風頭和今天很明顯沒有聽到我們說 其實我們還舉出了天水街市,大魚街市 等等的這些街市 全部都是做翻身,就已經由城下去上 有風頭的空間不聽 另外今天有風頭一路到我們說石林街市 其實石林街市本身是說 連他的高級總監都說 活化了之後,街道風間增加環境的衛生改善了 所以他的空置就暗低了 他就多了人的消費 叮叮 時間到 多謝各位 台客三分環資全筆 台下發問環節完畢 現在進入結辯環節 雙方結辯有一分鐘時間準備 現在開始 讓他進入讀結辯 等了 兩邊 來 最後才評論 平安 都在 已經不成為了 發言 各自從 准备时间结束 先由反方主便总结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请解除静音 听得清楚 准备好请说可以 可以 订阅同胀的各位 大家好 自80年代初开始 突然加时于多区多乐城 国家市为区内市民带来提供机会 一家大小共同经营贪当 为均民带来生活上的便利 由芝麻绿斗开门七件事 去到我们一日三餐的百份仲裁 一样推存 国家市曾经养学了无造的家庭 但随着社会急速发展 香港经济一日千里 周围都电债大声 各个品牌超级市场 开路和便利店一样多 国家市一开始走下坡 家市外满部空自贪当 留下的老店主聊聊可数 墙内只有老店主买会 时代不断增报 既然物质淘汰是常态 但传统亦可以夹身 可以融合 可以陪香港人一起走下去 主题设计活化正正是公屋街市 努力交上时代步伐的不宜法门 学习主题 为够装饰 为的不是如同学所说的方便加租 相反在营合时下 社会大众需要 要有桌头 要有打卡位 买菜都要买得开开心心 除了各位 今天我们要处理一条实异症的变题 不妨帮大家看看有方的世界 符合现实 首先 香港人去街市只是为了便宜主题设计 令这些货贵了就一定是不切实际 如果是这样 为什么一开始的时候 街市明明便宜过百家卫康 但仍然被抢衣 导致人流大减呢 全港物价最贵的沙田街市街坊 尤其是全港最贵的沙田街市买菜呢 究竟有方正的变题的假设是否符合现实呢 其次 公屋街市只需要服务公司民 但事实是 房屋供不应求的问题持续 很多公屋附近都已经满沫了私楼 公屋街市附近亦有很多大超市 他们要服务的是区内所有居民 要面对的亦是区内所有同业的竞争 其实因此我方仍认为 公屋街市没有可能再一成不变 加入新时代的市场 推广和包装手法 又怎样是不切实际呢 更何况我方今天赶足全场 这么多分数据论证主题设计带来的好处 有方都视而不见 最后有方今天错误归因 有方今天坏主题设计破坏伦理关系 但为什么翻身为修就不破坏伦理关系 有方今天全场都是无论正部的 实际的现实世界是 南充会街市以团区本地特色设计 香港建筑师学务资深会员 吉达夫认为 每个街市拥有光举特色极其重要 东充日风街市以九龙城站为主题国家 都合大站 但旅游景点都挺好玩 冷气够大行得很舒服 年居70岁的街坊荣尾峰 原本要走十几分钟去屋邨陵近的北河街街市买菜 但年纪大有弱痛 因为活化之后的深水果例 各街市可以有多些人流 多些商品 让它可以方便买菜 有方同学 有什么方法可以给主题设计活化 更加适合这些建筑需要和街坊诉求呢? 好多高 街市原本只有倒闭企业 才有人报道到访 但主题设计活化之后 年轻人专程和打卡 有岸田石尼街市两个月 媒体真相报导 吸引街坊 加上外来的顾客一起光顶 令老店可以留下 新店又暗开张 由原本空字绿高 变成出了绿高 这些就是事实 希望各位也可以放下 对街市的黑板印象 拥抱主题会发育之后的新街市 多谢各位 主席听得清楚 准备好请向 请说可以 可以 可以 主席听得清楚 可以 主席听得清楚 主席听得清楚 刚刚有跟他们说过 他们认为要符合题目的话 必须要符合他们所提出的三个条件 但有跟我刚刚也说过 他们只是认为有四个家市 可以符合这些条件 但他们也没有认证过 到底例如有岸市 是如何符合他们 他们一开始主席都提出来的三个条件 根本就是以偏确确 有跟我刚刚用了几个家市 就想着可以 就想着认证这条件事 而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主题会发育合实际 但有跟我刚刚用了几个家市 就想着去认证这条件事 那么有跟我刚刚有没有 一个家市的了解 有没有去过有爱家市 听到有爱家市的主题声 主题曲的声音也有多吵 2020年的香港 很多东西都变了 人如是 街道如是 想不到的是 现在的家市都变了 我相信无论是在来的同学 老师 这个是眼前的评判 无论是主公屋 还是私楼 都有跟家市的回忆 以前我们妈妈会抱怨过 让家市地下这么湿 爸爸妈妈妈要听我们 小心自身 又想过 为何家市会那么逼 一两个都要欺负着 从前的我们大家尝试 我们有过法官的不安 但是可能今天 看着一个国家主 来文化的街市 看着所谓的同学工 不知道大家还能否认得 那个曾经属于我们的街市 比较来的明星 我很想大家再去想想 我们想要的究竟是一个 什么样的街市 究竟是什么样的街市 究竟是什么样的街市 我都明白 却着时代进步 市民对于街市 要求不同了 街市的变迁是无缓无缔 我都不认为 要顾复子宫 一成不斤 但我们要的 是一个发生不断的街市 要的是干净 气力 环境舒适 环境才成为的街市 或者是有不同所谓的 主体设计 以及要更加后来的 或者是一些 强加上的本人们的装饰 其实我本来由主便 一副二副 都不打扮了 那个发生的街市 例如可能是落季街市 和大宇街市 他们发生来之外 同样都是 干净、喜利、复杂 客楼量也多了 这就达到有方同学所谓的效果 但为什么有方同学 这次用主题设计的画法呢 因为有方同学追求的 究竟是发生的画法 可能有强生的环境 服务、质素 或是有方同学 推重秘义的主题设计呢 有方同学今天的立场 究竟是会打执行实际 第二 如果我同学的环境 学末文尊 根本无论 为何压漏做主题设计 才能够解决 以及正立问题 因为两个同学都说不出 一方同学 一方同学之上 做主题设计有些压漏的得益 究竟有多少人 用选择一个同学 奥会封的街市 然后街市买错 那我怎样做不定主题设计 来切合实际呢 第二 主题设计无法达力 或者不算 我们可以当作 设计是比较漂亮 但是主题设计 破坏了街市原来的面貌和社区情怀 影响了商户和生意 有切合实际需要呢 正如我开主题也说过 定知是解决了主题 是有百分之一 吸引小孩的打卡 消费 如果真的好像 两方不同所说的 那么有成效 那大家尝不想像到 一个团圆已经够逼 也容易移车 设计到家市 而现在 再加上一宗 设计是在那里 拍照和自拍的打卡 所以我们怎样去做生意 市民又怎样去买菜 我们以前的街市 叫买商材 谁知今天做了主题活法之后 那些主题的声 还要唱那些叫买 所以会反映了 播播槽 不过客户通 难道 不然歌声就是播歌 叫买声 得数就会高了 当时我和香港 会反映了主题活法的问题的时候 那是不是有可能 跟我所说的前途实际呢 2020年香港变得很快 我们只是希望 街市可以也不会变得这么快 多地告白 正方结变发言时间为4分12秒 没有过时 无需扣分 比赛告一段落 大家请先稍等一下 评判可以整理分数 但提提评判 最佳辩论员是需要额外评分 每一位评判 请先选出三位表演交界的演员 再分别给予分数 而最佳一位就得3分 次佳一位就得2分 正佳一位就得1分 如果评判结束了 评判之后 可以透过WhatsApp 发送给我的 对 不好意思 跟着一下 不是透过WhatsApp 我直接在文件上 Edit就可以了 不过要留意 可能是 是不是自己评判的名字 好 首先讲一下整体上 双方都有的问题 其实这条辩题 大家有没有想过 为什么辩题要出现公屋两只字 为什么它不只寫街市两个字 其实是有它的意思 我觉得 公屋街市 双方 虽然主辩的背景也有强调一下 究竟公屋街市有什么特质 但是去到中后场 大家似乎将 焦点 甚至是中场已经没有公屋这个字 大家好像纯粹在说 这个街市应该如何吸引更多人 就好像忽略了公屋的字 就是公屋居民的需要 第二个问题 就是对于不切实际的说法 大家去到开辩开始 都好像没有实际上 说得到不切实际的意思 是去到这个正方的义父 才有强调原来不切实际的必要性和需求 所以在正方移辅之前 我一直在猜计大家的准则是什么 大家对于不切实际的一个字的理解 最好在主辩中 可以和评判讲一讲 究竟大家如何看这个字 正方正在看它的需求和必要性 就是反方在说可不可以吸引更多人 可不可以令街市延续下去 我自己的建议就是 大家的主辩都可以说清楚大家的准则 如果之后下来 我就想先单独讲一下双方 其实正方的主线是挺好的 就是针对公屋居民的需要和必要性 以及公屋街市的定位 但是这条线呢 我觉得到台上发文开始 似乎好像不太见了 有些需求 有些失去一条线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譬如说 譬如说 譬如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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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譬如正方一副 那才算 譬如正方一副 或者正方一副 你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主题活发了之后 谁会去呢 譬如这些问题就好看得出 其實對於主線的掌握不太重要 如果你對於主線的掌握是很緊的話 如果說公屋街市市民會不會去主題活化 你就不應該問一條問題 好像全香港人都是客戶群 既然主線是定了做要符合公屋街市的定位 公屋街市的定位自治而言就是公屋的市民 其實你的立論或論述 應該一直都是緊構住公屋市民、公屋居民的客戶群 而不應該跟著有方、反方說 好像全香港都是客戶群 然後正方的第二個問題 就是定義公屋街市的需要的問題 即是公屋街市的客戶群、公屋市民的需要 你就開了一個準則 就是要乾淨、棋理 就很奇怪了 其實別人反方的方案都能做到乾淨棋理 其實是否可以多想一步 就是公屋街市的市民除了乾淨、棋理 就是要便宜 為何變題有公屋這兩個字就是這樣 其實乾淨、棋理是所有人去街市都想有的 公屋這個字還有什麼獨特性呢? 就是要便宜 但是正方不停地做到乾淨棋理 但是其實別人家也做到 所以你要問應該是既然兩個都做到乾淨棋理 現在要衡量實際就是衡量成本效益 現在我做翻新和做主題活化的分別是什麼? 就是主題活化除了加冷氣、加百達通之外 還要加多些什麼呢?加多些裝修 加多些好像剛剛的貨櫃那些 貨櫃裝修是要錢的 設計師是要人工的 所以是一筆額外的成本 但是正方就很少強調 幾乎沒有提到額外成本這件事 你就不停地說翻新都做到、翻新都做到 但是你說翻新做到不代表你可以反對到友方的論述 其實雙方都是 雙方都不停地扔數字 正方就是扔翻新 可以提升到人流 反方就是主題活化可以提升到人流 其實是沒什麼意思的 大家用這兩個數字爭論 因為其實可以兩個方案都是做到的 但是現在的題目就是不設實際 怎樣實際 就是現在公屋街市要及市民要的 即是便宜的東西 既然現在主題活化 要用多一筆錢去做一些額外的裝修 我覺得壓外這個字很重要 既然要一筆額外的錢 那就正正不設實際 因為公屋街市要的便宜 我都略略說一下 譬如說 正方第一次 台上發問是問別人數據 其實別人是有說的 問題也有點奇怪 如果你問別人數據 如果別人真的回答給你的話 事實上別人對面也真的回答了數字 所以最後 所以分差會拿得比較大 因為別人真的回答到你 而這條問題也有一點點 因為別人有問到 所以這個位置可以留意一下 問這些問題的時候 不要這麼快問別人的資料 你不知道別人會不會真的有 如果別人真的有 別人的回答分數就會拿得比較高 另外就是 台下發問第一條 問題就是問媒體報導 可以吸引到多少人 我自己就覺得你要扣回主線 譬如說你應該問媒體報導 對於公屋的居民有什麼益處 你才能扣回主線的需求和必要性 而這樣問可以吸引到多少人 有個位置就是你們說音樂聲音 我覺得比較 minor 我覺得你可以強調 那些店鋪倒閉 影響到倫理 比我說音樂聲音 聊不到 因為街市本身也是吵 我自己就覺得這個 這個資料雖然有一個當主 但我自己又覺得細心想一層 又不是真的成立 去到反方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就是太虛了 什麼意思呢 你開了幾個準則 就是要交通方便 要客戶群要大 要空置率高 但是你又給不到一些例子 什麼意思 你又給了一些例子 你說有外街市已經做了 有沒有一些未做的例子 我自己一直聽都很想聽到一些例子 究竟現在有符合你們準則的街市有多少個呢 你那些有外街市又如何符合這些準則呢 我記得正方台下法文有追過這件事 我覺得做得不錯 我覺得反方主要的問題就是太虛了 我一直在說一些自說的事情 但又給不到一些實例 就是哪些街市是未做的呢 有哪些街市是真的有這些特質呢 另外就是 可以思考一下 我覺得反方可以思考一下 就是正方也可以思考一下 正方也可以思考一下 正方可以博的事情 就是為什麼有些街市是會空置呢 空置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它舊 還是因為它根本沒有這樣的需求呢 例如一些公屋街市可能已經沒有太多人去買 根本其實需求不大的時候 我覺得反方可以想一下 公屋街市空置的原因是否單純因為舊 因為不想進步呢 另外 這個反方呢 我覺得還有一些問題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就是 你講傳媒和市場推廣 我剛剛也講過 就是為什麼有傳媒來採訪 是等於對於公屋街市實際呢 我會想這個問題 有些市場推廣有些傳媒 正正會令到街市的東西變貴 雖然對方的準則是乾淨的 但如果對方開的準則是便宜的話 其實這個市場推廣和傳媒的位置就會有些尷尬 正正因為這些東西會貴了 未必符合到公屋街市市民的需要 而且我自己不太喜歡反方 不斷問一條問題 就是問是否要拆掉主題設計 我不太知道這條問題的意義在哪裏 其實既然做了這裏 為什麼要拆掉呢 你知道 你是想逼對方承認 其實不用拆 但就算對方說了不用拆 但其實它可能那個思量的因素 就是 因為整體的立論是沒有什麼幫助 反而你要論正的是 主題設計 比起有方的翻身 多了的東西 除了吸引人來打卡之外 打卡其實是幫不了公屋市民的 因為那些東西不是便宜了 所以其實你要推論的 你要給我一些例子 是說回為什麼主題設計 比起翻身 會幫到公屋市民 而不是打卡那些 因為打卡那些 以我的理解 對於公屋市民似乎是沒有什麼幫助 大致上我覺得 請問評判是否已經給完評語了 因為可能我這邊 OK 好 不好意思 可能我這邊網絡不是很穩定 有時候會立刻立刻 謝謝評判的評語 接下來有請可峰中學的辯論隊教練 給予評語 大家好 請問聽不聽到呢 主席 好 那我開始了 首先我覺得雙方的準備都很充足 尤其在這些環境之下 準備辯論一定是比較困難的 所以首先我也很欣賞雙方的努力 我還是比較簡短一點給一些評語 因為 首先這條辯題是有些有趣的 因為我之前都稍微接觸一下這條辯題 它辯題用的字眼是否不像實際 我會 因為這不是平時的理大與弊 或是應然性的變態 我可能會有些少想聽雙方對這個 不像實際的詮釋 但是 我現在最尾聽下去 就覺得 雙方都好像將它變成 理大與弊 所以我覺得 我想聽多一點的定義 但是我也覺得在所難免 因為 一個分別不是真的那麼容易呈現到 但是如果 隨便一邊 可以 有一個標準是專 對這個 不像實際 我會很欣賞 可惜雙方都好像掉了 但是 不要緊要的 那一個我覺得 辯題有趣的地方 就是 我覺得 那時候我第一時間想 就是 我在想 有沒有主題設計 的分別 會不會真的很大 因為 第一 街市都是普通買菜的地方 就是 我的感覺就是 其實 主題設計 只不過 是翻新裝修的一部分 其實 這個戰場 在這場比賽 都有呈現到 就是 其實兩者分別 是不是真的那麼大呢 就是 政方會很 會很想要求 反方將一些 他說的數字 的效益 分開是 翻新帶來的效益 還是 主題設計帶來的效益 那我覺得 我個人覺得這件事 是很難的 就是 我覺得 除非你有個 好 就是你有個 很厲害的研究 我不知道 就是 我覺得 如果真的普通 看效益 要分開 它同時 你做得主題設計 你就會翻新買的了 然後 你要有個 資料 是分開這兩件事 我覺得 都幾難 發現 這件事 但是 我覺得 其實 反方 我覺得 反方 如果可以 提醒成本 其實是否真的差那麼遠 就是翻新 跟主題設計 我覺得 其實 你 如果把兩件事 可以混在一起 說 會有利一點的 例如 其實 主題設計 不一定是一些很 誇張 譬如 普通裝修 都會有一個 主題設計 就是 裝修 不一定是 如果翻新 可以 把主題設計 如果 反方 可以把 成本按到最低 就是 講到 翻新 跟主題設計 的成本 其實差不多 甚至是 一件事 就是 你選了 風格 或者 漁村風格 其實 都是 那件事 為什麼 不順便做 我覺得 是一個 探索的 位 另外 我就覺得 所以 如果雙方 對主題設計 這件事 雙方都有爭辯過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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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方 都會說 是不是 裝修 是最簡單 有燈 有地板 我覺得 可以延伸一下 講一下 主題設計 的定義 譬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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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犯向 他 garage 身影 似 現實 是 那種 巧 四種 節儉 譬如 其次 효 正 雖然你很想用,但正方問一下其實你有多少個商場 如果只有幾個商場,叫不叫 in general 可以正立原題 我覺得這件事是成立的 另外譬如反方,反方我覺得是你的立場需要多些比較 即是比較一些有主題設計和沒有主題設計的效果 我見到反意才能出到 即是最吸引報道 我第一次聽,我覺得是可以的 但我覺得正方也有做有力的反駁 他就說,劍勞可以長得多久 或者真正大力的效應有多少 不過我覺得最後來講,雙方都做得不錯 是一場精彩的比賽 我評語到這裡 是一場精彩的比賽 其實對於正反雙方的同學來說 都各有不同的難度 對於正方來說,其實他們的主線很正路 正如評判這樣說 其實他們都打得對 要將那個翻身和主題設計 究竟對方可以怎樣論證到主題設計 單單靠主題設計 一些外表的裝飾能夠吸引到什麼 其實都是正路 不過我想提到的正方就是 在你主線的鋪排上面 你真的不斷說到市民要求的東西 不是一些外表的裝飾 不是那些主題設計 不是那些東西 他可能需要的只不過是乾淨一些 或者是便宜一些 這個很合理 很順理成章 但是問題就是 你們沒有提過任何的證據 你可能嘗試一下 你找一些研究調查 看看會不會有些 確切地說一些街市 或者公屋居民 或者你再推論的過程裡面 去多說一些公屋居民的特質 因為其實買菜的人 絕對不會因為那裡有外表打卡 在我的角度來說 論證的過程裡面會多說一些 就是去買菜是什麼人 第一可能是中年人 外傭 這些居多 當外傭和中年人士 甚至是老人家去買菜 甚至今天反方不斷說老人家 我不相信一個老人家會去打卡 其實 所以那些打卡位 其實對於公屋居民 或者對於街市的一些市民來講 有多大的吸引力 這個就是 你能夠抓到反方這些位置的時候 是會更加好 同時間去鋪排 或者論證 其實市民去街市的時候 對街市的要求有什麼 這個是很重要 再下去的時候 今天我略然正方在資料的運用上 不是做得那麼完善 其實很多時候 剛剛問了一個問題 就是問他有什麼數據 然後反方真的扔了數據出來 說空市率期低三倍死城復活 完全扔了數據 所以問了一個問題 其實是 你可能要加多一些技巧 然後是特別地要將 你們想說的主題設計 單單一個主題設計 怎樣可以吸引到人偶 那個位置其實要強化 雙方今天的一副都是最強的位置 正方一副第一句的時候 說他沒有數據沒有例子去證明 但其實我略嫌你是重複了一點 因為其實這個問題都是不斷在你的主辯 和在你的答台上發問的時候都問過 但其實對方已經回答了你 譬如說他有提到的是什麼呢 他有提到那個麗國村 有沒有記錯 麗國村多了三倍的人流 老闆說多了三倍的人流 死城復活 其實他回答了這些事情 如果按照你們的打法 其實你應該再問清楚一點就是 麗國村死城復活 三倍多了三倍人流 到底是因為主題設計 麗國村我不知道它是什麼主題 我就在這裡手上沒有資料 麗國村是主題設計 還是那些翻新了的東西呢 或者你們的理解就是翻新 其實我就理解是那些叫做 裝了冷氣等等 所以其實你可能是要再仔細一點 去問到對方 就著你特別要針對的就是 單單一個主題設計 如何吸引到 這個就是我覺得第二點 去到第三點 對給政方的意見就是 其實事實上 不是每個街市 即是主題設計的街市 是好像反方說到 很美倫美換 即是童話式設計很厲害 事實上是有一些主題街市 例如我認知的就是 啟田街市 和寶達街市 他們的裝修其實是非常頹 只不過是多條蘿蔔 你想像的就是多條蘿蔔 如何吸引外區客 多條蘿蔔如何為之打卡位 這些位置 其實我想你可以找多些街市出來 就是那些街市其實 不是反方說到 這麼美倫美換 這麼厲害 這麼漂亮 以至到吸引到很多外區客 去打卡 又或者傳媒的報導 其實你是應該可以舉到 多些的街市 是這樣的 這個是 即是我覺得 正方在全場比賽裡面 就是三個可以改變 的地方 至於反方 很明顯是很難打的 這個原因都是 大家都明白的 就是很難 你不會有資料可以把主題設計 的成效 和翻新的成效去割裂出來 這個是作為反方最大的困難 但是 我看到的反方做得好的地方 就是他在資料上的運用 舉的例子上面 其實是做得很好的 回應對方 所以其實對方今天的攻擊其實是 雖然他 他的 文法上面 就有些空間可以給你們發揮 所以其實你已經盡量發揮 那奈何地在內容上面 我覺得是略嫌 今天的反方其實是不夠寬的 戰場 你可以想像回的是 你整場都只不過是說 他不夠競爭力 如果你要提升競爭力的話 你不用這個主題設計 你可以怎樣呢 這樣 這個位置 其實聽 主便一副 這樣聽下去的時候 你可能會覺得 OK的 這樣 但是你去到尾的時候 少少寬一點的論點 我建議 其實作為反方 你可以怎樣去做多些的論點 就是 你可以嘗試一下 在這個 論點上面想想想 你做的主題設計 很多時候可能推廣一些本地的文化 那些本地的文化 其實是可以說到是一個價值 例如你也有說到在日東街市裡面提到的是九龍城寨 九龍城寨已經不見了 其實是一個香港的一個歷史 所以其實這些位置 其實是一個歷史 文化 又或者是一些 一些藝術的展覽 這樣的性質 這些都是一些價值 可以讓你的論點可以闊一些 其實可能我會覺得是 沒有那麼吃力 而且是令到評論覺得你多元化一點 謝謝 請問評判是否完成了評語的部分 是的 沒錯 謝謝 不好意思 因為剛才處理分子的問題 所以未能夠介紹評判 不過也很感謝評判的評語 現在已經得出了比賽的 不好意思 我想說多一句 剛才我在分子上面 將一二負 即雙方一二負的分數調轉了 所以其實如果看分子 即雙方看分子 將一二負的分數調轉 就對了 好 謝謝評判 現在已經出了比賽結果 首先宣佈最佳辯論員 今天的最佳辯論員為 反方的第二負辯 林嘉穎同學 而今天的賽果 正方得票兩票 反方得票一票 換言之 今天勝出的是 正方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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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